你比如说很多人啊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偶像的这种需要 你像马爷刚才讲的 我同意您刚才讲一点心理需要 我甚至就觉得有点像谈恋爱 叫你请我愿 但是呢他又没签合约 你比如说这事要是像法治社会 咱说咱陆寒签一合同 我绝对不能谈恋爱 这也行了 但你挣我钱呢 关键是如果是纯谈恋爱也无所谓 但你挣我钱呢 我觉得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我必须把我这个角色扮演好 可是你知道吗 这就像是玩暧昧 这就像玩暧昧 就是说我穿个高领毛衣 是显得挺禁欲 可是你也没说 我也没说过我不找女朋友啊 你明白吗 但是呢你又不能不承认 就是我作为他的某些粉丝 我也可以说 你们娱乐工业 都是一帮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骗子 你知道吗 你是没明说 可是你比如说 当年香港有些叫玉女 咱们站在玉女那一边 也替他委屈 他确实没在哪亲口说过 我不会跟男朋友 怎么怎么怎么样 可是呢 他演的角色 他出现的那个样子 他从来 就确实给我们这个幻觉 好像你就不该 你就不该有这些事 那你说这玩意儿 是不是有点像谈恋爱 到最后不好了之后 那个抱怨 你当初怎么怎么着 你就让我有这个理解 那那人说 我当初也不是这意思 可是在喜欢你的时候 你看 你既然喜欢我这样 那我就往这样演一演 对吧 你也这样高兴 俩人就特别好 但毕竟是演的 有一天我要现原型了呢 这对小情侣 就往往闹掰了 方舟 方舟 你这方舟现在建立了一个人设 是从我们圆州派建立的 你当时说这个话 我就觉得好奇怪 后来没想到 他还真成了你的人设 对我在节目上说 我小时候老在地上捡东西吃 然后呢 这个后来就是有一个粉丝 就是见到我 他就开始在地上撒花生米 我说你干嘛呀 他说这个 不你老爱 说你要捡东西吃吗 所以我的人设就变成 这个爱在东西捡 爱在那个 爱在东西捡地 爱在地上捡东西吃 然后就也有这种男友粉 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啊 老给我寄东西吃什么的 所以但这个人设就不是我刻意经营出来的 他就是这个这个读者或者什么 他观众他自己脑补出来了 他把你这部分 他有共鸣的部分 无限放大 他给脑补出来 所以我这是我没有刻意经营 但他就成了我的人设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就刻意经营 每次都录节目开始在地上捡东西吃 那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说谈恋爱这个 还不一样 就是说一部分是这个 我觉得那种主动去经营某种人设 他意识到我在骗你 这种我觉得挺讨厌的 我觉得他人设崩塌也是活该 我真的觉得活该 但如果是他像约翰烈农这样 他其实没有意识经营一种 我很清贫的人设 但粉丝的幻想破灭了 那我就觉得他挺圆的 那就像单相思 人家没想勾引你 但是你自己把他当成了投射的对象了 这玩意也挺冤 对 我觉得人设崩塌 是分冤和不冤的两种 你这个马爷这里边我就觉得 咱一直记得当年 有那个挺著名的故事 就是在延安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给军队 很多战士都是农民出身 他也没看过什么戏 对阶级敌人充满身仇大愤 这是真事 就是当年演白毛女 因为白毛女里边有个恶霸 叫黄世仁 你知道吗 就会看到这个小战士啊 这农民出身的小战士 非常气愤呢 站起来拿着举枪就要打呀 这就是你看他觉得是 他觉得那是真的 这是纯真的 这是纯朴天真的 对 可是呢 同样的这种心理到了今天呢 他我老觉得你说是真不明白 还是我就一厢情愿了 就真不明白 我就一厢情愿了 你说你能一个大学生 我看见谁哪个帅哥在电影里塑造一角色 我就觉得他生活里最好也这样 自我先麻醉吗 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 你先说人设 这个首先是为艺术作品而设计的一个词汇 那么过去的艺术作品中呢 人最怕的是定性 就是你这个人演什么 比如你就得演这个贤奇良母 你就是演一个反面特务 这人永远演不成正面 那么最好的演员呢 过去我们都赋予一个非常好的称号 就比如这人是千面人变色龙 这是最好的演员 演什么都可以 现在这种最好的演员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 就因为各种人设给 质量生产 对因为你往别处去 人家不认可 比如你过去是演一好人的 你怎么突然演一坏人呢 所有人都不接受 连你自己都怕 因为你后面有个严重的后果 过去没有这个后果 因为你是一个演员 你在八一场 你在北影 你在长影 您就是拿一份工资 你演电影也不多挣钱 那么这片子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 有能力的演员 你愿意尝试各种角色 对吧 那么这时候他没有利益 那他就愿意去尝试 今天如果有巨大的利益 大家都不愿意去尝试这件事 我凭什么要使我的人设崩塌以后 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呢 我又不多挣钱 所以你发现今天的这种特别能够有能力的演员 越来越少越来越很显 因为他经营人设就够了嘛 就像好像去年我看他说这个景田说 他的人设就老不红老不红 后来他拍了一个洗脸的视频 就卸妆洗脸 一下子就红了 转发量好多 一下子就红了 就是你经营 那他不能听见以后 就给大家看洗脸了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苦心经营角色 还不如我就是这个展示一个 我耿直的人设 我来钱又快 我干嘛还费那么多功夫 就是这个经营人设 他对这个所谓的偶像的 要求的时间经历和才华的成本是很低的 然后呢 这个来钱也是巨大的 那当然大家愿意选择去经营人设 而不是去经营角色 那我是觉得什么洗脸也好 在地上捡东西吃也好 那个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人设 人设就是说你刚也讲 有些些冤有些不冤 你被人家这样认定是别人的事 跟你无关 可是人设的真正的定义是说 我这是回到市场经营来说 刚说定位 positioning 定位 定了之后整个包装 整个操作 他又代表的价值观 他代表的意义 代表的行为的 习惯 那个才叫人设 我很难理解什么叫 十八点突然红了 对 大家就哇好可爱啊 你跟我洗脸什么样 那是一个新闻话题 那是新闻热点 我对人设的要求 可能时间更要延长一点 他以后呢 可能出来就代表我可爱系的 我不拘据小节的 我可以把我事无不可对人言 那个部分才叫人设 才是真的可以操作的 不然的话 它就变成说一个新闻话题 一个热点 那完全不一样 你这问题在于什么 就是我也不敢说这个话 有时候我说了我也怕 又掉粉啊什么的 就是实际我早就想问这个话 方舟就说你看我身边有很多 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 我又不太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女孩子 他们的这个脑子里全是明星呢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我现在觉得明星是一种语言 是他们你比如说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说起李连杰啊 或者说起谁啊 我觉得那是离我很远的人 可是今天我听他们聊天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小S就是用这种化成品 昨天晚上小S喝醉了 在那个微博里就说啊 最近这事就得这么弄 我觉得小S是你姐姐吗 就是你明白吗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脑子里 是一个各种各样明星构成的 就是一个拟态的一个这个世界 是吧 这个脑子里都是这些 他谈论人生也好 他谈论自己也好 他谈论他该穿什么衣服也好 他谈论什么 我觉得要是我就算老帮菜了吧 就是我每天都很自私啊 我觉得 我每天90%想的都是我自己啊 我说你们怎么 哎就全是这个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时代到来嘛 改变了人的所有的生活状态 我就是认为啊 这次啊 这次革命是非常厉害的 对 它是一个信息加智能的一个叠加革命 那么它会影响到很多人 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你看到的新闻 他不是说你最关心的才是头条吗 他实际上是根据你的过去点击的癖好 然后你老看到的是这些东西 那么就换句话说 你愿意到我这吃甜食 我何回都给你甜食吃呢 也未必是健康的 你应该知道一些 就是在你应该 就你已知的这部分以外的东西 那么这个媒体时代的这次到来呢 导致我们的就是过去的这种艺术的表演现象 变得就越来越近距离化 就跟他举的这个例子洗脸 过去你看啊 有一个他说这个我一下就想起来 有一个这个经济演员 他的这个叫傅希儒 傅希儒呢 他在后台唱就是连这个化妆 连这个准备唱那个京剧的这个川陵海 的那个 川陵海 对就那一段 然后呢 打火上山的前一段 这个后台是过去人都看不到的 结果人拍下来 拍了一个 他最红的视频是这段 所以一下很多人就通过这个视频 对他就有重新的认知 那么那就是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媒体时代 那个就是人拿手机随手录的 不是一个特别为你创造的一个情节 所以你看那天就是我碰见一个孩子 现在这有一路孩子 甚至连歌星都不粉了 他们玩音乐节 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个DJ打碟的 哎 我他们的崇拜DJ也是崇拜的跟偶像一样 后来他就说他不一样 他说你看啊 那个歌星演唱会啊 我们都是万众瞩目 就看这个歌星像神一样在唱歌 他说你注意到吗 他说你DJ打碟 下面跳舞啊 每个人都是自己开心的 他是自我为中心的 虽然是一群人在一块 所以他还说特有意思 他说这个 他说你看我到外国参加这个音乐节啊 这个人呢 跳舞的这个姿势啊 都是各种各样的 各具形态的 他说他上一次上海举行了一个青年音乐节 他说你看那上海的音乐节 那个底下都是一个姿势 他们甚至还学那个口音叫 散散熟啊 散散熟 一拳一拳 如林的呀 一个动作 所以你看这还是跟这个个性化和群体 那种从众心理啊 对我就通过这个举例子 我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的人呢 他变成其实消费明星了 对 就过去真的是很崇拜啊 现在呢就慢慢的你觉得嘛 台上的和台下的 至少大家这个拉平了 所以呢甚至于就是说平视你的生活 所以你比如说甚至咱们说 我们也有这个比如说家庭矛盾 我们也有这个出轨的问题 但是呢咱怎么聊呢 那明星家里出的这事 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对就是过去的小社会扩大化了 过去的小社会啊 不是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 这小社会过去最讨厌的人 就那种长舌妇 就这单位谁出了个事 说的每个人都知道了 那今天无非就是一个扩大化了 因为你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媒体 所以你再说小单位这事 有点不过瘾了 所以一定要说大家都知道 某个明星 你明星的社会地位越高 你的知名度越广 你一旦出事 你的这个就是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事 我们现在就是最广泛的新闻 往往都是这类的 他就觉得我给你花钱了 我天天的 就是什么你一出书我就买 你一演电影我就看 你那歌我听的 我自个都不想听了 我还努着听 突然你变成这样一个模样 你跟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的谈恋爱 你还没事告诉我 那就是伤害我了吧 对吧现在就不能告诉我对吧 对对 我宁愿你瞒着我 就是跟这个夫妻关系就一样 你就别告诉我 对就很多老婆就是这种态度 要骗你就骗我一辈子 那我们的这粉丝就这一类粉丝是很少的一部分吗 不可能是很多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大部分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当这个人设成的偶像 那他们内心太脆弱了 他们内心太脆弱了 我是觉得不能低估粉丝啊 因为我觉得说语言真的是贬值啊 语言很好玩 最近特别几年 一方面高度的膨胀 什么都叫灾难 公关灾难 其实有时候公关安排的 一点点的落差 有失守 然后呢 即使叫香港媒体说公关灾难 什么 然后崩溃 真的崩溃吗 用去年那个男歌手嘛 不是出了一些事吗 跟女生 好像广告上面是选失了两个 可是其他广告还保住 然后之后呢 他新歌一出来 点击率什么什么 还是很高啊 所以那个我们假如不低估粉丝了 他没有那么脆弱了 他消费期待 用我刚说的消费期待嘛 我期待到消费的满足 有落空了 有落差了 他骂一骂 骂了时候 甚至所谓的伤心也是快感的 也是过瘾的 骂骂骂 对你讲的有道理 其实呢 就是粉丝也是各种各样的类型 他也不是同一个动机 你比如说 我今天要学习这个社会啊 我长了很多见识 比方说 我过去 马爷 我以为这个偶像崇拜 或者粉一个人 这是某种宗教心理 是吧 就是说 哎 我要崇拜一个神 哎 他要高高在上 我以为总有这个需要吧 人有这个心理需要 后来我发现 到了现代社会 真的是 刚才这个方舟讲的一样 他不仅有供给侧的改革 现在越来越是一个买方市场 需求侧的 你知道那天 我看见一派的粉丝 他们讲的 您就没想到 还有这种 他就是说啊 我粉一个偶像啊 实际是养一个宠物 养宠物心理 你比如说 你明白吗 他们就说 比如说他们粉一个人 我就觉得这个心理变化太有意思了 他说 实际上这个明星啊 他首先在戏里演了一个所谓老干部形象 什么叫老干部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人设 就是喜欢跟人讲讲人生 显得自己 喜欢写毛笔字 喜欢写毛笔字 显得自己那个很有水平 他说后来呢 有一天这个明星呢 也许在这个微博上露馅了 这个就 但是这个粉丝就说 即便到这个时候啊 我还是爱他 为什么 他说 其实啊 我粉他 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跌跌撞撞在成长中的一个人 我伴随着他一起成长 我看着他有时候有点声色 有时候也出点丑 但是我的心呢 寄托在他身上 一步步看着他成熟起来 可是他说 从什么时候我就有点变了 就是我后来突然发现呢 他开始教育粉丝了 就是说 你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你们应该怎么样招 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招 他这个时候 我就有点脱粉了 就是说 你明白吗 就是说我 我粉你啊 是养成系的这种 对对对 是养成系 你看嘛 就是说 我们真大岁数是谁养成了呢 对对对 就是 没有 他不是 他不见得都是把你当神 而是说 我可能是一个 一个 你要真拿自个儿当教授了 那反倒我的这个动机就消散了 对啊 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消费力最强的应该是所谓的妈妈粉还是什么粉 因为我是跟一个TF boys的一个成员护粉 然后哇 我就好得意啊 然后就又后写在那个木志明上 护粉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这个他的粉丝来跟我留言说 这个啊 我们家宝宝因为关注了你的微博 你能不能多发一些正能量的 然后多发一些怎么样 然后我们家宝宝要坐飞机了 然后你就是什么给他多穿点衣服 就不是给他多穿点衣服 就是这个你有渠道的话 让他多穿点衣服什么的 就是他是一个这种 把他当成一个小孩来看 然后这样慢慢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啊 就刚刚满家辉老师说 这个粉丝好像没有那么傻 他这个他自己幻灭了之后 他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来 但我觉得当这个人设 他变成一个需求端的时候 你就变成说 这个人人设崩塌了 这个老干部人设崩塌了 我再粉下一个老干部人设的 就是他会这种是人设是层出不穷的 这个崩塌就崩塌了 这个偶像不再是一个说独一性了 那方舟刚说的现象蛮好玩的 什么什么 那些你说妈妈裙子 妈妈粉 妈妈粉 对啊 那我恍然大悟 因为我的微博一百多万粉丝啊 有一半是笑女 那另外一半是笑女的妈 就看我那个写了什么 年后大悟人设在香港 就是尸奶杀手 不是 他们我不是 文坛梁朝伟是吗 不是 现在是文坛梦达了 我从金城武变成北野武的路 很漫长 你知道吗 然后收回来说 他们不是粉我 他们是监控我怎么样 像跟他们的女儿讲话 你知道吗 所以那群女粉是 那粉粉都是双粉的 双粉 对 那监控力很大 我稍微写句不正经的 那妈妈粉就吸信我了 马爷你知道吗 也有好多女士就是粉马爷 经常碰见我说 哎呀能不能接受我跟马爷认识 我是他的粉啊 不是 马爷他对这个成年女性 他那个姐妹弄眼 真的有点 不是 他刚才说我在想 我在想我的粉 什么人都有 嫉妒 什么人都有 这我还真没有一个群落 就说是学生啊 还是中年人 还是老年人 马肥 没有 对 就是我 就是我这个 你有女友粉吗 没有 什么叫女友粉 女友 不是不是 比如说就是妈妈粉 就是我把我自己带入到妈妈的角色 阿姨粉我把自己带入到阿姨的角色 女友粉就我把自己带入到女友的角色 她们是个团体吗 不是 就是 不是 不是 你是哪一级组织 对啊 就是 她们有组织吗 对 她们的头是谁 你比如说妈妈粉 她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族群 是吧 她们之间的 就妈妈粉就是你多穿件衣服 女友粉就是你少穿件衣服 就就这么坏 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不太 我我比较迟钝哈 就是有时候网上有人留言干什么 我有时候如果太现代的话 我可能听不懂 就刚才她说什么加点衣服 我就没听懂 什么叫加点衣服 不是 妈妈粉就是说哎呀你动着啊穿件衣服多穿件衣服是妈妈的心态嘛 女友粉就是你穿少一点啊露点肉啊什么的就是粉不同的把自己带入到不同的角色里面 我说我这里这种都有都有 这种都有啊 比如你肯定是妈妈粉每天穿这么多 你比如呢这个我这个脚崴了哎脚崴了一下子呢我呢无聊嘛脚一崴就在床上来着哈 我觉得那两天我就比较这个喜欢跟微博互动啊 然后我就把我这我这脚一碗好几百万人都知道了哈 然后问候的会很多那这都属于那种妈妈粉是吧 然后每个问候我给你揉揉我尽客 有个别人怎么说 但是你说这说这话都不都不真心 你说他搁着他怎么能给我揉揉 那么那么这个这个心理其实是从心理上讲啊 我们就换过来了 我不站在粉丝那边站在自己那边是吧 我觉得有时候他会很温暖 就是因为你跟这人根本不认得 你也不知道这人究竟在哪是 他的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 但是他会有一句真真挚的问候 我们生活中其实有时候他的温暖和感动都是来自于无端的 你比如我有时候人家发一个视频 我看他抢救动物 我就特别感动 我觉得这种事如果我在我也会努力的去做 去抢救我在看那个北欧国家 有一个那个驯鹿掉在冰窟窿里 所有人都去扑过去 因为他出不来了嘛 把冰凿开怎么把他一个一个拽上来 然后呢按理说这事离我们好像远的不能再远了 但是我依然会受感动 我们今天被社会感动的很多时候 并不是你最亲近的人 而是那些你素未平生的人 素未平生的这部分人的 很多不经意的行为 这是一句问候 你比如我身边的人问候我 那我觉得都该问候 因为我脚确实崴得很重 每个人都见我都问我好点没有什么的 但是那些跟我没关系的人问候一句呢 那么你这种社会的温暖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 而且马云你要注意一点 您说的就是这个社会啊 开始群落化 对 我站在这头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粉丝的这个情况 我站在这头 我确实很愿意给每个人回复一声谢谢 但是就确实回复不过来了到最后 没有我马云我说我的经验是说 不仅卖一方有人设 粉丝也有啊 比方说我有时候也受伤啊 也有妈妈粉一堆啊 你也有哪受伤 你一直在还跟着拼啊 那个家衣服什么这个那个 那而且呢 那些好像都是笑女 然后我说很年轻貌美 笑笑女 我们都叫笑女 笑女 普北人的普通话太差了 对 然后呢我进去搜一下看一下 原来是妈妈 或者说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他们也有人设啊 因为粉丝嘛 他用那个网络 还有社交平台的操纵 他自己过着另外一个生活 那你不小心呢 以为你在跟一个 一个笑笑笑笑笑女 来替你按脚 原来敲门叮咚 开门是一个大妈 你知道吗 你知道粉丝也有人设 我们也要尊重的粉丝的人设 其实我我就感觉啊 就是说是这个 虽然不断的有新词啊 但是都是人类的老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 我们看很多 比如说世界名著 我们会看到 有一种人格 就过去我们很敬仰的一种人 就是所谓很孤绝的人 就是这个人呢 就可以孤立于世界之上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爱因斯坦 就爱因斯坦 甚至都到了那种程度 就他老婆都没法弄 就是他 他必须得每天有一段时间呢 谁都不能骚扰他 我得自个儿待着 甚至于说这个假期 我到一个湖上 到一个船上过 老有人在身边超过 可能超过几个钟头 他就受不了 就是所谓一种特别独立的人 后来我慢慢明白到 像这样的人呢 实际是极少数 因为我跟爱因斯坦很像 很像吗 对 但是这往往是极少数 就真的就是说 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不需要别人的合作 就是说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你比如说庄子 对吧 但是呢 我就是说呢 大部分人 实际人类还是个群体动物 当然 就需要找组织 对 这个组织啊 你像咱们年轻的时候 那是真的有组织 就是 但是今天的这个互联网社会啊 你发现没有 它自组织 就是不同兴趣的 不同爱好的 它这个里边互相取暖 我有时候经常感觉到 而且呢 你看 就像跟平行宇宙一样 你比如说 陆寒的粉 它是一个世界 另外的谁的粉 它又是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其实你去看啊 现实世界里的一切 在这个世界里也都有 你比如说 有这个脾气暴躁的粉丝 有这个骂脏话的粉丝 但也有那种 行侠仗义的粉丝 也有那种啊 理性正义的 非常干嘛的粉丝 就是 其实你在这里边 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而且你会发现 真的是这个自组织啊 你比如过去他们讲 就像你讲的去年 说有个男偶像 出了点什么这个事 对吧 过去呢 讲危机公关嘛 都是经纪人的事 公司的事 现在粉丝自己维护 现在就一个粉丝 他自己跟 给自己粉的这个偶像 进行危机公关 能够达到啊 哗一下子就跟帖 几百万 就是说他好话 对吧 当然具体细节 我闹不清的技术 就是这个微博发什么 那个微博发什么 给他消除影响 给他申辩 给他怎么样 他要 那个影响消除 像是为了一个自己的 追求自己的信仰 而奋斗的这种 这种感觉 遇到危机了 我们 我们遇到危机了 那 那怎么办 我们也要把它扭转过来 那请这个偶像 小心这种非常激烈的粉丝 那水人在周 也能翻船 就他会反噬的嘛 就是你经营的这个人设 你收了这个 在这个人设之下 收了多少好处 多少人 他因为这个喜欢你 听你花钱 然后你有一天 就是要接受 同样东西的反噬 就他一定会反噬过来 那当然 我们别忘记 这种情况的经典例子 是John Lennon 被昌杀 约翰烈龙 你变了 他就是人设崩溃 他那个小胖子 是怎么杀他 那小胖子是什么粉丝 他是那个 麦田女的守望者 那小说 就觉得自己被误解 就等于是说 年轻人嘛 人生失败组的人 很委屈什么什么 可是呢 他很粉 John Lennon 一直粉 那直到哪一天 他突然决定要杀他呢 就是人设崩溃 他看到一个 好像New York 什么样的 雜誌访问他 然后居然说他 原来John Lennon 什么在美国西岸 有个别墅 然后在New York 什么长岛 又有一个几百万的别墅 还有一艘游艇 然后还经常带着老婆 女朋友到处飞 他说 我一直听你的歌 你的歌词里面不是说 Please 抛开一切 放开归宁这个吗 他是说人设崩溃 然后他之后从那个小说 麦田女的守望者 抓住最重要的关键字 Fony 就虚伪 假货 假货 然后他就拿着一本书 拿着一把仓 就去杀他了 杀完抓去法院 告他 他说我不用说什么 我所有要说的事情 就在书里面 麦田女的守望者 我要John Lennon 怎么可以是有游艇的人呢 怎么可以是有别墅的人呢 他不是教我归零吗 所以这个就是最极端的人设崩溃的出现的情况 所以马爷小心 我很理解他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因为有这种互动型的网络 我就在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改变 就是被粉丝们在改变着自己 我现在特别学会 包括你 你是最典型的 就是讨好 讨好 讨好新人格 讨好 我本来是一个不讨好的人 就我不大会 就是我就是这样 你喜欢不喜欢都是这样 但我现在觉得我会讨好 就是我为什么要讨好呢 我是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来问我一句话 我尽可能的有机会去回答他们 他刚才讲的那个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 就是个什么妈妈粉 什么还有那个 女友粉 女友粉 脱一件衣服叫女友粉 女友还是 加一件衣服叫妈妈粉 脱一件衣服叫女友粉 女友粉 这个这个我觉得女友粉还是很贴心的 就是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是男人假装的 真的 我刚不是我的经验 我看太多了 哎 这个女的 你不能 结果就是 你不能把我们内心的 有可能的 当然有可能 他这个说法就是一个问题吗 就是他突然说 我说我这个最贴心的女友 人是一个男的 都是假装的 这个不一定是 对崩溃就崩溃 这个是少数 其实呢 我觉得咱们 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这个 现在咱们进入 我觉得是一个前所未有 未有的 就是界线 混淆的时代 比现在对这个事呢 就是 就说良心话 可能我老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 想法没有什么难的 就很简单 就是说什么呢 君子之交淡如水 高山流水 有之音 但是你看 我不能不受到 今天这个社会的影响 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坦白说 我都会担心 我说我要不要讲这个话 我要讲这个话 会不会有些 我的观众和粉丝一项 你看你这人 怎么这么冷漠 那我以后不看节目了 我会有这种担心呢 我真的就会 因为这个 但是实际上 在咱们是年轻的时候啊 一切本来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对吧 您呢 就是靠您的作品嘛 您演好了戏 我们就买您的票 就说你演戏演得好 生活里你是谁 跟我没关系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学习 新到来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会发现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从戏里啊 到了戏外了 甚至我都觉得 我都没有什么资格 去评价这叫好 还叫不好 也许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对吧